大家好我是熊蹦 本部片來分享一下 皇家能造奶油餅乾的成長活動 那活動時間是從5月30號的晚上11點 到6月8號的下午1點 OK 所以6月8號應該就是赤龍改版的夏天 到時候應該會出小小的蛋龍 然後還有那個 反烤蘋果塔餅乾吧 應該會是這兩隻沒錯 因為我講的是劇情的東西 OK應該不算爆雷 就是各位玩家到時候去看 我只講名字而已 好啦那接著來看一下相關的吧 活動期間內 就是這段期間如果你已經有達到以上星數的玩家也都算OK 就很多玩家在講說我可能是活動開始的時候 我已經可能超越了怎麼辦 一樣好嗎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直接講5星的好了 因為 這一次我們赤龍改版的活動 他是必須要到超3的 就是如果你拿到最後英倫等級的獎勵 所以我覺得我這邊直接講5星了吧 魔法餅乾模具是20個 經驗星星堂等級是300 然後再來 30分鐘券成25還有時間快轉發條50 你知道這個東西他的成長活動的獎品跟 甜甜圈是一樣的嗎 哈哈哈 我還記得甜甜圈的成長活動應該是這些東西沒錯 所以是一樣的好嗎 就還行啦 然後再來還有那個部分禮包的購買次數上限這個參考就好OK 因為這個不是重點的禮包 那也有可能到時候到夏天的之後 那個火龍果餅乾他的禮包應該也會重新刷新 按照第一色要賺財報的這個慣例應該是這樣子沒錯 然後接著我們相關的成長活動獎勵 他是在6月8號 就是應該是在改版完的之後會統一發送信箱 就特別講一下 下一次的改版日是6月8號 那應該就是赤龍的那個故事的下篇 這邊特別明講一下 然後接著 這個活動啊他是按照 那個最終的階級發送最終的獎勵 所以如果打到五星的玩家就是 只有五星的獎勵 並沒有就是說我一星到五星這樣子 沒有OK是按照最終的獎勵去算 好啦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這個 皇家人造奶油餅乾的成長活動 那下一次改版日就是6月8號了 那小小的影片就到這邊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PonPon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掰掰